слово 這件衣服是閃光蛋爸爸媽媽送給我的禮物 我收到的時候我非常開心 HelloHello 趁著多倫多今天終於落大雪 我決定來來做一個Canada Goose 實地測試 其實現在YouTube上很多是開箱的片 而加上官網上說TEI Grading五次有做這個Fill Test 所以我心心不分 再加上自己好奇心的驅使之下 就決定自己惡搞一個Fill Test 為了公平起見 我現在裡面打底的全部都是薄嘰嘰的運動衣 以及Leggings是完全沒有保暖成份的 想知道今天有什麼測試項目 立即去哪裏 其實這件衣服也有厚度 所以我想看看穿完之後會不會好軟盡 現在就給閃光彈一個機會向我釘雪球 看我的行動力會不會大減 開始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實這個物料的Pakker Lop 理應防水的 Go 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看看 你的刀貼完之後會怎樣 今天才是東京的第一場雪 橙雪也有排橙 所以我就決定穿著Canada Goose 橙雪 看看鏟多久試試出汗 那出汗就一定暖 是嗎? 開始 I'm sweating 經過幾個絕對不科學的測試後 和大家看看這件外套的細節 選這件Rossler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不像其他魚用外套 都這樣看上去一行行 整個米芝蓮 而Fusion Fit也比較適合亞洲人的身影 這件外套的衣位真的修得很漂亮 整個人都很美 正面都有拉鏈加幾顆鈕 手就有個橡筋位 保暖這些大路的東西 後面頂帽和屁股位都可以調教 這個對我十分重要 即是再肥一點都還適合穿 接下來就是測試一下內套的容量 近胸口位置這個袋 放零食就最方便 放到一條Energy Bar和4條Kicat 網上內套還放到一包麵 酒精搓手液 兩支唇膏和AirPods 不錯不錯 每邊都還有兩個外套 其中一個還是畫模 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掰掰